OK 所以我们继续 所以在这边呢 它先let 这个u等于 4power2x 所以如果你已经做熟了的话,其实你是不用做 这一个,所以如果你还不熟的话,你可以这样做 所以在这边呢 你可以看到说它的power是2x-1 所以 2x-1其实就是 4power2x 乘一个 4power-1,就是这个跟你之前那一个是一样的 所以4power-1呢,这边其实就是1power4 来的 这个u呢,就是因为你把这个4power2x-1 OK 所以你就会有这个是等于u 这个也是等于u,所以这边等于4 因为它是夹嘛,所以没有办法,不是人家这种 所以5power4u会等于4,所以你sort down你的4是等于 你的u是等于3点,所以记得你sort down这个的话,你只是sort downu罢了 所以你要sort,所以你要sort 4x 所以你要把这个u 变回去 这一个 4power2x 所以变成这个case 再变成这个case 你看到说4跟3.2,也是 不可能变成同一个base 所以你就要lock OK,然后也是这样这个power2x,你可以搬 下来前面了 所以你的power2x可以搬 下来前面过后,你就按calculator,你就可以sort down你的 x了 OK 所以我们再来看多一题这个substitution method 就是你练习的地球 就是这个 OK 所以这边它更加4power2n加4n减13 乘4powern等于减32 所以在这边呢 我先会把这个4power2n变成 4powern在一个square 也就是你之前学的power相乘了 power了再power的话,其实就是power相乘了 所以它就slap这个4powern等于u 所以你会看到说,这个是u²加u 减13u 所以这边呢,你就可以form到它是一个 quadratic equation 不是什么un quadratic 所以你按你的calculator,你给sort out说你的u会有 两个答案 所以也是一样,你要找的这边是 n,所以你要把这个u 换回去 4n,所以你也就是4n等于4,或者是4n等于8 所以在这边呢,你可以知道说你的4跟8可以换去 base2 所以你可以找到n等于1和n等于1.5 它会有两个答案 所以这个是你要怎样用substitutions 所以如果你快的话,你熟的话,你可以不用substitutions 所以你一开始做的话,你就用substitutions OK 所以这个是你讲的substitutions 然后过后呢,我们来看 Exponentials跟 Logarythmics的 graph要怎样 变化 OK 所以你知道说其实 Exponentials 你之前学了的 就是之前看过的Exponentials跟这个Logarythmics 就是这个power 跟这个 其实它们是 inverse的 就是倒反的 OK 所以在这边,你看到说这个y等于2x 这个就是Exponentials 所以它的graph是长 这样 所以其实它会再过来这边 OK 它是一个这样子的graph 所以你要记得它的graph是这样子的 可是 它是不会电到你的 Exponentials的 它的graph是这样子 所以Logarythmics 是这样子 这是你的Logarythmics的graph 来 它的graph其实它是 这样子 下来 OK 它也是不会电到这个 Y Exponentials的 所以你看这两个inverse的意思就是其实它这一个 这两个是 反射来的 所以你把这个 反射过来的话 这个反射过来 你就会变成 这样子的一个 然后这个你反射回去它会变成这样子 所以你反射的那条线其实就是 Y等于X 这个是你要怎样选 Inverse 在graph的话 所以你会在这个Y等于X的这条线 然后你互相 倒反 所以一个graph是这样子 然后另外一个graph是 Log the graph 这个是Exponential的 graph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个传递的话 然后它告诉你说 An exponential curve m has an equation 是这个 Y等于1% 所以它叫你 Sketch这个 M OK 所以 你可以换的话是这样子 Y等于1% X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1% X变成Y等于 3POWER -X 这个是-X 3POWER -X 所以你知道说当你Y等于3X的话 就是这个1 Y等于2X Y等于3X的话 它是这样子 它是这样子 就是跟 这一个想 还有一个东西 你要小心的 就是这边 它会cut到的 Point一定是 1 OK 它会cut到的 Point一定是 1来的 为什么 因为你的Log 不管你Log Base是什么 你Log1都好 你的Log1 不管Base是什么 它都是0 所以这个的话 它就会是1 它一定会cut1 所以在这边也是一样 它一定会cut在 1 1这边 这就是POWER POSITIVE的时候 所以当你POWER -的时候你就要 这个GRAPH 在X-AX这边 导法 就是你要画 这样子 OK 这是Y等于3 POWER 所以这个 还是 你的 导法 Exponential OK 也是cut在 1 所以这个是当你POWER X POWER X的话 它是这样子上去 POWER -X的话 它就是这样子上 所以当你画的时候 你要记得 这一个SIDE 不会电到 X-AX 它是不会 电到X-AX 它是会越来越 靠近 X-AX 然后不后 B的话呢 它就叫你 SOLF这个 EQUATION OK Y等于 5% 就是这个SIDE OK 所以 1% POWER X 所以有点不清楚 1% X等于 5% 所以你SOLF的话 你知道说 3POWER X等于 3POWER 所以这边你看到 3跟3POWER 是没有 SAME BASE 所以就加 LOG 加LOG 然后你的POWER X可以反下来 所以就跟之前一样 按CALCULATOR LOG0.6除LOG3 可以找到 你的答案 OK 所以我们接下来看这个 Law of logarithms 就跟Law of index 一样的东西 台语有机的Law 所以BOWER的话呢 是当你Law 里面 这是Law 这两个号码是被Law Law里面两个号码是乘的话 你可以分开 它乘 两个Law 所以你Law加Law的话 就会变成 成的意思 跟POWER一样 POWER 就是你成的话 POWER是想加的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 所以是除的话 你就是 减就是Law 减Law 是等于 除 在Law里面 除 一定要Law 所以 可是 只有加减可以 如果你这边是乘 或者是除的话 是 没有其他东西可以 变的 OK 然后我们开看这个 这个就是你之前学的 就是你刚才你一直看到的 当你POWER X的话 就是你Law里面 这个POWER的话 你这个X呢 是可以 搬前来的 这个X可以 搬前来在 前面 这一边 OK 这会在前面 这一边 OK然后这个呢 我先skip过 因为过后呢 你会在学这个是当你Law 你要怎样换BASE的时候 所以从现在我们先看这 三个 点 我们来看Exercise 在这里把Law换成Exponential Form 所以在这个的话呢 所以其实它的意思就是 它要你找 Find Law Value 你看看你找这个 答案是什么 所以通常呢 你就先 把这个等于一个Exponential 因为你要找的是这个Exponential 所以你要找这个Value 把它等于一个Exponential 然后你把这个呢 你就可以用 这一个的Form 就是你这个Law 4 丢过去的话 它就是 4 POWER X 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说 32 和4 你可以换去BASE 2 所以换去BASE 2 然后你可以SOLF到 这个Exponential 也就是3 POWER 所以你给自己的SOLF OK 在这边 也是一样 所以你去把这个Exponential Law 丢过去 所以Law X丢过去呢 它就是 Xponential 减2 然后你再SOLF 这个 X 就会等于8 因为当你POWER一样的话 POWER和POWER可以 割掉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这些练习 所以你要讲SOLF 这一个 所以这两题呢 就是它是跟这个 Chonto E是一样 Exponential E是一样 所以首先我会把这个 先等于一个 X 然后我就把这个Law BASE Square Root 而 丢过去 就变成Square root POWER X 所以 你要记得Square root的话 其实Square root的POWER就是 这个是 1.2来的 Square root的POWER就是 1.2 然后这个256也可以换去 BASE2 所以这个也可以换去BASE2 所以你就可以compare 你的POWER OK 这个Square root Square root的POWER是1.2 所以你可以得到 X OK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 先把这个等于X 然后我把这一个Law 1.1000帮过去的话 就是 1.1000POWER X 所以那时候0.01 其实是1.100 然后其实这两个呢 你可以换下去同样的BASE就是 1.10 跟 1.10 然后 你再compare你的 POWER OK 所以这个是1.10Square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1.10Square root的3x 然后这是3x 所以你会有 这一个 POWER的 所以我们再来看,这一个,所以这个呢,就是通常你会在考试会看到这一台的题目,它已经叫你说Log32等于0.63,Log35等于1.46, 所以它叫你找Log,这一个,3,9和10,还有Log3,20,所以这个呢,就是说这边里面的号码,你一定可以用这一个的,就是这个9和10,你可以用2跟5来放的,这9和10,其实你只要说用那个Log的话,9和10的话,其实就是Log9减Log10,这一个Log,OK, 是Log9减Log10,所以你看到说10,9的话,你可以看9,9的话其实就是3Square,所以你看到说你会用到,就是你不用用到这个,所以10的话就是5乘2,就在这边,OK,所以3Square的话呢,为什么这个会等于2, 因为首先,你会先把这个Square,这个Power2搬出来,所以Power2搬出来过后,你就剩下Log33,对吗,所以当你看到说你的Base,跟里面的号码一样的话,它就会等于1,所以它这个会等于2, 因为你的2搬了出去,2搬了下去,剩下Log33,Log33是什么,就是当你的Base跟里面的号码一样,它就会等于1,就是2乘1,现在就变成是2乘1就乘2, 然后这个乘的话,你知道里面是乘的话,它就可以变成加,所以当你是乘的话,变成加的话,这两个的Case,你刚刚说它已经给了你,一个是0.63,一个是1.46,所以你可以加起来,然后你可以解决这一个, 所以跟这个一样,所以20的话,其实你知道它是4乘5,4乘5,所以4乘5的话呢,4其实也就是等于2的Square,然后乘一个5,然后Square乘的话是Power1乘2,所以这个Power1乘2其实可以翻下来,前面的,然后呢,乘就会变成是, 加,然后这个Power2,你可以翻出来,外面,然后Log32呢,其实就是等于0.62,然后Log35是1.46,所以你Soft,你会得到,它是1.236, OK,然后呢,下面这一题也是,一样它给你Log3,LogM3等于P,LogM2等于Q,它要叫你Simplify这一个,OK,所以你知道说除的话,可以首先除的话,就是减,然后12是什么,12其实就是3乘4,或者是3乘2乘2, 所以它是3乘2乘2,然后这个LogM2,所以这个Square呢,你可以翻下来,外面,最远,OK,所以乘的话,你可以变成加跟加, 然后为什么这边会等于2,是因为LogM,因为它的Base跟号码一样,所以它就会等于1,就是2乘1,所以跟这个2是一样的,所以Soft了这样子过后,你就把这些号码全部, 这个P,LogM3等于P,LogM2等于Q,所以你放进去,你可以找到,这一个号码,OK,然后接下去呢,这个Condor呢,就是Antilog,你可以直接看你的这一边,它叫你怎样用Calculator,所以Antilog0.1234的话,你去按Shift Lock,然后你可以找到, 这个答案,这个答案,所以你直接按Shift Lock,所以你可以有答案,OK,或者说Antilog,其实就是10x的, 意思的,OK,所以现在呢,你可以实际上做你的,练习,从我刚才教的,做到这一边,可以做到这一边, 是从第八面,做到刚才那一边,OK